我们谈到悬笔问题,应该说这是在我们完成书法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家知道有文方四宝,这文方四宝就是指的指笔墨焰 实际上在指笔墨焰当中,毛笔是第一重要性的 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悬笔的问题应该非常重要 但是这必须说清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要根据书体,你写的是什么书体,来决定你选用什么样的毛笔 再有就是根据你写的这个字形的大小来决定你悬笔 就是说根据书体,又要根据这个字形大小 第三呢,还有根据书法风格 比如说同样是写楷书,字体是一样,同样写的字形大小 可能有的楷书,写楷书可能就需要用相对硬一点的好 有的需要相对软一点的 但是应该说写楷书相对的接近这种选笔 大家知道猫笔的种类很多的 比如说有羊好,有狼好,有尖好,还有什么欢好,兔好,鼠好,鸡好,等等 各种各样的笔号,那么各种笔号都有各自的作用 而且就同样一支,比如说羊好笔,还要分长峰,短峰,还有不同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要准确的选择一种笔,必须适合于你 那么为了说的具体一点,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要写楷书的话,应该选什么笔 首先说,应该选尖好笔 尖好笔,大家注意,是这个尖字 就是两种蚝以上相参的这种笔,叫尖好笔 尖好笔啊,其实不是当年欧阳询这批人用的笔 我们现在插阅古代的资料 欧阳询也好,柳公权也好 包括燕真卿,唐代这些个 特别是在宫廷当中的这些个著名的书法家 他们的笔,都是由宣称一代进贡买的 就是每年宣称那一代,要制作非常精良的毛笔 送到荒宫内院,送到朝廷那里去 由皇帝那里,分发给诸臣 丁老师,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古代的那些大书法家 他们所使用的这些笔和现代的这种金号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到底用的这种毛笔,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公义和现在一样吗? 他们当年用的都是兔豪笔 兔豪笔 说到造笔最早啊 就是现在石油记载的是秦代的这个蒙天造笔 蒙天造笔 到了唐朝这段时间的时候呢 这个笔越来越讲究了 所以一般都用兔豪作笔 这个兔豪呢,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而且具有弹性 所以呢,白居易有一首诗就提到这个紫豪笔 大家注意,紫豪笔 这个紫豪笔就是指的兔豪笔 他说宣城一代有一种这个兔子 那种猫非常的好 只是在那一代的那种兔猫才最讲究 不是生活各地有兔子背着之后就拔猫 然后做的笔就是好的 不是这样的 是在宣城那代当初的这个紫豪笔是最好的兔豪笔 所以这种笔啊,在唐朝的时候 宫廷里面使用的基本都是这种笔 叫兔豪笔 但是往往都是短封笔 在古代没有长封笔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年代时候它没有养豪的出现 人们做笔的时候没有用养豪的 养豪笔是从宋代开始 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在写凯书的时候 你想更接近于唐凯 就是唐朝人 欧阳荀那刘公权那这些人写的这种凯书 你要用这个当年那种笔相对接近于那书的笔 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兔豪 兔豪是一种笔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制笔的工艺和选笔的材料 以及当年端成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种兔豪现在早已经失传 没有了 因此今天做出来的兔豪笔有很多质量非常差 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么种尝试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非得去 一定用兔豪笔 不一定 用一种尖豪笔 我现在用的这就是尖豪笔 大家注意看 尖豪笔 狼豪笔 就是黄鼠 黄鼠笔 每年到这个秋季的时候 特别在八月节左右的时间的时候 那个狼的 黄鼠笔的那个尾巴 那个下双部分 就非常的柔软 富有弹力 那种笔 就相对的比较珍贵 就把那种豪用来和羊豪相掺 制出来的比 叫尖豪笔 狼豪一般的也没有尝封 所以写楷书说尽量不用尝封笔 因为宋代以后才有的尝封笔 才有的羊豪 到了明清以后 特别到清代以后 就广泛的实行 后来人们用这种尝封笔 去写卫碑的多 比如说写这个 这个传书 历书的多 但是二王这个体系 就是王羲之 王献之 欧阳荀 于世南楚 虽良 赵孟甫 温征明 这个系统的用的笔 一般的都不用尝封 这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是说 大家呀 最后我们在书法上 较量高低呀 是最后把这张字 码出来 让大家看 而不是说 用尝封笔的人 那就功夫大 比如说 用尝封笔 我拿一只来给大家看 这就属于尝封笔 这就叫尝封笔 你看 他的这个 笔尖 笔杆来看 笔杆的话 可长可短 无所谓 你看 笔杆出去差不多 你看这笔封差多少 嗯 但是这还不是最长的尝封 最长的尝封 什么鹤西啊 鹤角啊 这类的笔 非常 这个这个 长 往往这都是阳好 所致 一般的好 没有这么长 所以这种尝封笔 写下来有尝封笔的效果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你用尝封笔写 就是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你在写楷书的时候 你尽量的选用 相对短一点的封 但是这要适中 太短的封也不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想学好某一个人的字 要跟他选用 同样的笔 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在选笔当中的话 我再重复的说 要注意到你的书体 你的书写风格 和这个字型的大小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上 但是我最后要向大家 重点的强调什么呢 虽然选笔是重要的 但它和你个人的技能相比 它就是变成次要的 所以有人写不好字 总是强调 我这个笔不合适 谁写字的笔要在我手里 就一定非常好 不然欧阳荀当年 不择笔 这个于世南对他有个介绍 说欧阳荀不择指笔 写什么字都是好的 拿什么笔都能写好 是这样的 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写好字的人 在笔上虽然讲究 但是不是个绝对的关系 就是说他换一支笔之后 他迅速掌握了那种笔的性能 而且他根据那个笔的特点 又改变了他书写的风格 和书写的其他一些技巧 因此只要这笔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所谓大的毛病就是说 比如说笔太乏了 笔岔了 掉毛啊 或者秃的不能用了 这种乏笔之外 把它刨枕之外 只要是一般能用的笔 往往书家都是能写好字的 当然我们也得客观的说 每一位书家既然选笔 一定有他得心应手的东西 用他得心应手的笔 一定能写出更好的字来 听老师 在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当中 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 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右字 右就是左右的右 有的网友听完之后觉得很奇怪 说这个右字有什么难度吗 这次在笔顺上 在笔法上有哪些讲究吗 是的 很多的初学朋友们 一谈到这个右字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简单 而且甚至奇怪的说 跟左字有什么不同吗 有很大的差异 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说呀 左和右这两个字 在笔顺上是不同的 有些初学的朋友 听完这话之后 就感到好像天方夜谭 左和右有什么大的区别 左字是一横一撇下的个公字 右的是一横一撇下的个口字 这有多大的区别 笔顺上会有不同吗 会的 我告诉大家 写左字的时候 应该是先写横 后写撇 注意看 我演示一遍 写左字 这是左字 大家看写这个右字 就不同于左字 它的笔顺上是 先写撇 后写横 注意看 然后写下边那个口 这里有哪些不同 大家看 除了笔顺的不同之外 形体上也大不相同 大家看左字 上面这些横是短的 撇是长的 大家看右字 撇是短的 横是长的 所以在古代的楷书的法则当中规定 横长 则撇短 如果横短 则撇长 这二者不能都长 也不能都短 那么大家会说了 是的 你这样说 现在看字 行人看 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什么原因 导致他们的笔顺不同 都是一横一撇 为什么有的是横长撇短 有的是横短撇长 道理在哪里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大家 要对文字学有理解 你就知道左右之间的不同 在古代的时候 写左字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一笔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 这一笔是从这下来的 这是那个左 然后 等一下写成 这是那个左 写右字的时候啊 是这笔这样过来的 然后这笔从这下来 这才摊到了 这个右字 所以这俩就不同 而且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在古代的写法当中 不写弓 不写下面这个口 直接这样写 这就是左 直接这样写下来 这就是右 所以大家看 它有方向感 因为左和右 所以 左就向左边 来倾斜 右就向右边来倾斜 所以 所以左右之分 那么 由于古代文字是这样的区别 演变到了后来的历书和楷书 仍然保留着这种古意 保留这种古意 这是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 所以在写右字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通常 古代人写楷书的时候 仍然在这个地方 稍稍拐一点 不仅先写这一笔 而且 注意看 这等于是拐的小班 包括后来的有字 有没有的有字 我们后来 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 要介绍这个有字 都是这个意思 起笔的时候 这就会有一个小班 至于你拐的大 拐的小 都不要紧的 但这个笔意 必须使你有 所以你看 很多的书法家 到到写新书的时候 明显的是在这样写 这就拐过一弯了 就是表示的 原来的这个意思 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向大家说 一定要注意 这个右字的笔式 它是不同的 由于横写长 皮就应该短 这是结构上 楷书的结构的要求 再有一条呢 你看左字 注意 下面这个公字 是一个正三角形 是这样的 是正三角形 大家看右字 下面这个口啊 是个倒三角形 是这样的 所以由于下方的星体的不同 上方的星体 也需要有另外的安排 因为这一个字 是互相连带的 互相影响的 在结构上 是互相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写下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 上下的呼应 这种对称关系 如果说我们不从文字学角度谈 单从结构上讲 也应该是右字 应该横长 皮短 所以下边的字 才 好看 是这样 反过来你把左字 写这样好看吗 左字也这样 笔顺 才去这样 然后你在下边看这样写 就显得就不好看 反之一样 把右字 横写短了 皮写长了 出来也不美 所以我们把左右两字 再给大家 正确的笔顺介绍一遍 再看一看 他的写法 这是左字 这皮是叫长 而且长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左字 这一遍不仅应该长 而且长到什么程度呢 长到应该跨越这个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 更长一点 所以我还要向大家介绍 另外一种技术性的东西 也是解体 结构方面的常识 就是当你在左边 有一撇的时候 不管是左字 还是其他的字 当左边有一撇的时候 你要注意 要么就写短了 要么写长 要么短到啊 不能和下方取齐 要么长到超过底方 超过下方 也就是说 不是特别长 就特别短 比如说我们 向大家介绍一个 唐 随唐 姓唐的唐 你看这个字啊 注意看 这一篇写出这么长了 你看 这一批到这一批到了这儿了 你看这是底线在到哪儿 是这样的 你说如果上面写短了 我就跟他一样长了 好吗 不好 这等于是一样长度 高度是一样的 这不好 不好看 它缺少一个姿态 你懂得了这个之后 你懂得了什么叫书法 所以有人呢 自己在那闭门造车 我创造有法则 你连古代的这些 基本方法你都不懂 你创什么 纯粹是 瞎马创操在那 所以你就必须 得踏实下心来 研究古代书法 你知道了 古人是怎么写 你把这东西掌握 你才能渐渐明白 是怎么回事 所以写左字是这样 这一篇尽量写长一点 超过底线 这个字是美的 是饱满的 所以下边不是曲奇的 那么再看右字呢 它因为皮要短 你看就到这个地方 就突然收了 然后这横写的很长 然后这一笔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远远不够底线 它也是美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是这样 因此左与右之间的 在解体上 有很大的差异 除了文字学的角度上的差异 又在楷书当中 技术性的 结构性的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把右字 介绍给大家 是非常必要的 不仅是在笔顺方面的意义 同时还会增长 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 和学问 好 我们现在下面 向大家介绍一下 右字的新书的写法 这个右字在新书的写法 大家注意一下 也是这样 一起比 这拐出个弯的 啪一拐 然后 大家会感到奇怪 你不是讲这一瓶不能长吗 我们指的是楷书而言 楷书上是绝不可能超越底线 但是到了行书阶段 这个规矩被打破 尽管他还带着楷书的笔意 带着楷书的一些个笔顺上的特点 还是这样 但是他这一瓶是经常超越底线的 因此我们书体的不同 向大家介绍的解体和点化的特点也不同 我们再写一下新书的柚子 柚子 如果上面探出太多了 比如上面搞成这样 这就很糟糕 这就不能用 不可以用 再把左右两字连写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行书当中柚子的写法 好的 我们下面把草书向大家介绍一下 草书呢 在星笔的意义上 某种程度接近于行书 但是呢 大家会看到 在最后呢 是用两个点 来代表了这个 右字的这个 这个口字 注意看 这是草书 注意看 上面差不多 下面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草书呢 既简洁又明快 绝对不拖泥带水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到 凯星草三者的不同 最后 再演示一下 这三个字 凯星草 三种不同的写法 大家再看看 这个右字 在技术上 有哪些不同的处理 凯书 行书 草书 我们今天关于 右字凯星草 三种书体的介绍 就到这里 暂告一段落 朋友们 下集再见 右字幕放进去 三种书体的主要 他们在尝试 这个转异 在水平 有一点 我们很差 行书体的主要 在你们 这个转异 如果您